导演李浣雄的作品《星光剧院》即将演出 描述父子两代同为剧场导演的人生故事 李天柱饰演的导演父亲因为丑闻离开剧场 留下一个从来没有付诸实现的演出计划 他的儿子决心要解开彼此的心结 展开了一场剧场人追寻的旅程 李浣雄改编自己的人生经验搬上舞台 他说这个故事就是他的血和肉 召集跨越三个世代的精彩演员 要在舞台上重新检视自己和剧场的关系 演员李天柱演的不是人 而是游荡剧场里的灵魂 他全是一位对戏剧跟专业充满热情 但对自己人生冷漠的资深剧场导演 在旧座重演前戏心脏病发作 开始回顾他与父亲 儿子 纠结三代剧场人的恩怨请求 人会失去的 十几年前我就懂了 有的失去是因为你抓得不够紧 有的失去是因为你抓得太紧 有的失去是会让你看得到察觉得到 有的失去却是无声无息 他要等你离得够远 够无从反扑够绝望了 他才会让你知道 他是一个讲剧场 讲导演 讲演员 讲创作者内心的 然后甚至于关联到他自己家庭 其实每一个人都陷在一个很煎熬的状态 实力派演员李天柱 肖爱重回剧场 导演李焕雄集合金奖班底 带来原创剧本星光剧院 李焕雄说他要向剧场告解 所以这个告解是针对我过去二十几年来 在剧场里头跟我工作过的演员 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年轻 因为以艺术为理由或借口 然后可能让大家受过很多伤 如果没有一些自己的亲身体验的话 应该是写不出这样的剧本的 如果没有一些反省的话 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创作 排练期间导演和演员们 依然不断为角色创造更多面向 跨越三个世代的精彩卡斯 在戏剧跟真实人生间 碰撞出不同的生命火花